就新闻报导来说 我们当然是应该先查证 然后后报导 而不是先报导后查证 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些 政论性节目里边 来宾谈话 有很多不时的爆料的问题 比较理想的方式 应该是引进国外 类似延迟直播 延后不管是7秒或30秒 然后避免这些不时的 不时的消息传出 那这个才是比较正办 或者是必要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控管 必要的时候暂停这些直播性的节目 用别的方式来讨论政论 那我觉得这可能才是 比较适合的方式